大家好,现在很多花椰在家庭养养花的过程中,可能家里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两株若苗 那么一般若苗的话呢,它长势比较弱,而且根系也非常的少 那么我们养若苗的话呢,主要是为了给它先把根系养状养好了 然后促进它副状 但是你想要把它的根养好,让它更快的长出新根出来 那么我们配置植料就非常的关键 那么我们要配置什么样的植料,养若苗层,让它尽快的长新根,副状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上这种植料 这种混合植料主要是珍珠盐,核杀,还有质石,按照1比1比1的比例配置的 为什么要这样配置呢 首先为了利于它更快的发新根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上一些核杀,还有质石,都是有利于植物发根的 特别是核杀的话呢,它的通透性特别好,不容易积水难根 而珍珠盐呢,也有很好的一个透气性 再加上它的保水保肥非常的好 而这个细砂的话呢,它这个保水性的没有那么好 那这样子它们呢,就能够互相搭配 然后呢,优劣互补 这样子拿来栽种,这个若苗的话呢,就有利于它发新根 而且呢,我们在栽种的时候呢 基本上啊,用上这一种混合植料拿来栽种若苗的话呢 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它就能够发出新根出来了 当然,我们在栽种好之后呢,等到它浮盆了 我们呢,可以给它适当的补点肥,促进它的生长 但是补肥的话呢,就建议大家不要直接根部施肥 因为它的根系还比较弱 那么我们补肥的话呢,最好就是采取叶面的方式 可以呢,将这个南科专用有机营养液稀释1000倍 然后定期给它喷叶 这样呢,叶面上吸收了,就够了营养 就可以给它副状 再加上呢,我们给它配置好一个比较合适它生长的质料 这样它发新根,副状的就非常的快 那么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兰花呀 种植若苗的时候呢,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配土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